哈喽大家好,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相信大家都知道,大型的对撞机对于每个国家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堪称是果汁重器 欧洲有一个人类史上迄今为止最大的大型强子对撞机 这个大型的强子对撞机有多大呢? 总长接近30公里,是一个巨大的地下环形的装置 那么它的能量有多大呢? 它能以5000亿电子幅的能量对正负电子进行对撞,并且将其粉碎 在粉碎的过程中还能寻找新的粒子 其实本质就是寻找新的反物质,暗物质以及宇宙大爆炸的秘密 早在30年前,我们中国就凭借着正负电子对撞机在国际上有一定的领先地位 但随后又被欧洲超越 如今的我国已经开始建设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超级加速器了 这个加速器叫做CEPC CEPC的长度是欧洲那个强子对撞机的两倍多 可以达到70公里 总耗资达到300多亿人民币 建成后会在附近建设一所国际科学城 肯定会广泛吸引国内外的顶尖科学家 可以说未来将会在中国诞生很多难以估量的科学成果 它的建设不仅仅是中国的信使,也是世界的信使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小伙伴别忘了点赞和关注哦